谢谢大家的鼓励 相声演员就观察生活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 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让您觉得以后既可信又可乐 我最近有一个相声素材 这个大家还没有听过呢 您给大伙说说 是个真事 我认识一小伙子 今年三十岁了 刚刚处女朋友 其实小伙子长得挺漂亮的 身体条件 工作条件都不错 就有一点缺陷 什么缺陷 耳背 听不见 耳朵聋 就为这事把婚姻大事耽误了 最近出的女朋友真没嫌弃她 特别喜欢她 没嫌她耳背 可这姑娘妈妈死活不同意 丈母娘有个意见 不同意 为这点事跟姑娘俩还吵起来了 妈妈一着急一上火坏了 怎么了 住院了 病了 有病了 小伙子一想未来的岳母住院了 这是个好机会 怎么呢 表现表现 去看看她 到医院我去看看她 小伙子一想买点东西 买点水果买点点心 打听到老太太住的医院 几号病房 拎着东西就去了 来到这病房门口一想不能进去 怎么呢 我耳朵聋了 听不见 我说什么老太太知道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 哟 这怎么办 嗯 哎 背背词 背词 设计设计 怎么设计啊 很简单 一般咱们到医院去看病人 头一句话都得这么问 您好点了吗 肯定会他说我好多了 哎 头一句我就问 您好点了吗 他说我好多了 然后我就说哦 那我就放心了 好好 然后我问他 您用的什么药啊 他肯定说我吃的什么什么药 哦 这药对您最合适 哼 第三句我就问 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啊 他肯定告诉我 我说张大夫啊李大夫 我说行 他医术最高明 您找他没错 说完把东西放去 扭头我就走 别说多了 哎 就这主意 嗯 想到这背好词 一推门进去了 嗯 老太太一看他来了 气不打医术来 哦 心里话没您 我还定定不了呢 哼 老太太本来就生气 嗯 小伙子紧张 他没注意老太太表情 站着就问 妈 您好点了吗 老太太怎么说的 好点了吗 我都快让你气死了 嗯 那我就放心了 嗨 放心了 你还打算继续气味对不对 妈 您吃的什么药啊 太太怎么说的 甭吃药 毒药 嗯 这药对您最合适 合适 妈 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 还甭大夫 阎翁爷 嗯 他医术最高明 您找他没错 还没客人了 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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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啥